第3部分 我要跟各位介绍 影像感应与截取 影像感应会从感测器开始介绍起 感知完了以后 截取完了以后 我们会有一张影像的描述 我会跟各位介绍一张书影像什么描述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跟各位介绍 这边是一个影像感应跟感测器的图片 一张影像会产生的话 基本上是照明加上景物的反射 或者是吸收 一般的话 反射会占大部分 吸收的话 比如Xray那算是吸收 因为它的底片感测器是放在照明的另外一个方向 平常我们去取向去照相的话 大部分是利用物体的反射的特性来看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图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能量进到一个方块里面去 可能有一个滤波器 一个filter 可以把不必要的光源把它滤掉 那一直进到感测器里面去以后 就从光会感应出不同的电压能量出来 那就会成像 那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成像的感测器 一种叫做线性的感测器 一个长条状 另外一个叫面形的影像感测器 那假设现在目前市面上如果你要用比较高解析度的话 一般会使用线感测器来做 因为在半导体里面的制程的话 你可以想像得到 一个面里面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如果几个pixel坏掉以后 这个等于感测器等于报废掉了 但是如果几个pixel坏掉 你还可以割几条细线出来 所以目前你要买4K、8K、16K 这样解析度的一个影像感测器 大部分的话我们会用线性感测器 然后再把它结合成一张影像出来 OK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面影像感测器 这边有几个名词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所谓的视野范围叫FOV FOV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从这个影像 从这个相机成像 能看到的一个范围 比如说 长是2mm 宽是1mm 然后这样就算FOV 第二个是它的解析度 全名我们叫Resolution 什么叫解析度呢 就是从你实际上的物理单位 反映到里面的相机里面 刚才看到一个很多pixel 到底一个pixel 占了多少的mm 这就叫我们的解析度 然后另外有一个 从相机到物件 这个距离 我们一般来叫做工作距离 叫Walking Distance 所以你可要搭配不同的镜头 才能够把你要感测 要照的一个物体 呈向到你的sensor里面去 最后一个是景深 叫DOF 一般来讲景深 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能够把你这个物体看清楚 一般在光学上 大部分就是 你假如说要显微的 变得很看仔细的话 你的DOF就会比较小 那一般我们外面用的 市面上的相机 它DOF当然就比较高一点点 因为它不是显微用 好 这张头影片展示的是一个 线影像感测器的取向的案例 左边这边是一个直调效能 它是一个OA扫描器 或者是无人载具 应用的原理 目前一块飞机会飞在空中 所以你可能用线扫描器就够了 这样飞机在飞的过程中 就可以把一条一条线的影像 把它截取下来 然后经过重组以后 就变成一张面 甚至一个3D的影像 右边这边是一个电脑断层扫描 各位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圆柱棒 它是扮演类似人体 一个物件 然后环状这个地方里面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X-ray的一个Source 一个是它的Detector 一个感测器 每次录下来都是一条一条的 所以我们后头会有一个Image Recontraction 就是把这个影像做3D的重组 变成一个Volume 一个物体 一个3D的物体 所以其实它后面还经过很多 所谓的数位影像的演算法来做 除了一般的电脑断层扫描以外 其实同样性质的还有所谓的 磁核磁共振影像 MRI 或者正值放射断层扫描 叫PET的 也都用这个原理来把它充足 这张影片是跟各位讲一个2D影像 形成的一个模型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一张简单的影像成型 可以把它表达成一个Fxy 这个我们之前也看过这个方程式 它会等于什么 等于Ixy 再乘上一个Rxy 那I是什么东西呢 I是一个照明量 就是我们有多少的一个流明照出来 那R是什么东西呢 R是反射量 所以它的F的部分就会0到无限大 其中无限大的部分其实是I R不可能无限大 I的话它扮演角色就0到无限大 但是R因为它是一个反射率 或者是穿透率 所以它基本上不可能比原来Source更大 所以它已经是小一亿 那一定会比0大 或是完全没反射就是0 最多就是0 所以它可以用简单的一个影像成型的模型 来描述这个2D影像 那各位在看右边这张图 它讲的就比较具象一点点 你会发觉它有一个光源 有一个energy source在那边 然后有一个物体 物体是左下方这个地方 它会反射部分的光源到你的image sensor里面去 那这个image sensor成像以后 就会看得到有一张平面出来的 这个东西没有很矩子状这边 其实物理上成像是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我们数位影像里面 基本上会做过量化跟采样 所以会变成是最右边这张格子状的一个图 待会我们再详细介绍它的那个取样 跟量化的一个过程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视觉 一般我们如果要应用这些视觉系统呢 它的打光方式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那第一种方式就是正面打光 正面打光有什么用处呢 它可以来呈现物体表面的特征 所以从最左边可能可以用高角度的一个侧光 或者中间这边是一个比较低角度的侧光 那或者是说你需要同轴光 那同轴光就比较稀奇一点点 就比较特殊 因为同轴光的话 基本上如果把一个同轴光在那个地方 它会挡住你要造的物件 所以右边这边 所以你必须用一些光学元件 它能够做一些分光 才能够同时把光传导到这个物件来 那同时也可以把它引向 接收回去你的感测器 所谓的CCD里面去 那最后另外一个打光的方式的话 可能可以用背光来打 那背光是做什么用呢 背光基本上它可以呈现物体的轮廓 但是你不需要里面内部详细的纹理 比如说你要量一个硬币 它的半径有多少 那你可以用背光方式来打 或是几凡你要量工业上检测的一些尺寸 都可以用背光来打 这是我们市面上看到很多投影机 都是这个原理 另外除了我们2D以外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目前很多3D的立体视觉 可以呈现3D的一个物体 那这个第一种方式是用3D的立体视觉 这是一个元件 你会看到它用两支相机左右两个眼睛 然后看到你的环境里面有些比较特殊的点 可以拿来当为所谓的特征点来辨识 辨识完以后就可以利用上面这个公式 Z这公式去求出由四叉 左右眼的四叉 跟它这左右眼的间距 还有它这种Focal Length 焦距 你就可以求出这个点的深度来 那就可以建构一个3D的景物出来 那有时候你要量测的东西 也许是一个工业上的元件是很平滑的 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征点 没有什么文理可以看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那这张图显示的是一种方法 就用所谓的RPP RPP是什么东西呢 是叫Random Pattern Projection 它可以投一些光斑 到你要量测的物件上面去 然后再透过同样的立体视觉 左右两个相机去辨识这一点 然后经过一些运算 也可以产生3D的一个坐标出来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式 是用线镭射来呈现3D的景物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左下角这个地方 是它的一个物理原理 当一个镭射投射到一个 有高低不一样的一个3D物件上面去 其实在你的相机看到的话 它其实有段断差 它不是同样一条垂直线 同样一个水平线 那我们来看看 据来讲的话 你看左边这边 是搭配了一个双雷射 的一个3D雷射的那个 扫描的一个系统 它可以透过左右两个雷射 一样中间有个相机 可以看出这个雷射 这个线的变化 然后经过三角法 可以演算出它的那个3D的深度出来 那这边要用两支雷射的原因 是因为比较不会遮挡 如果你用刚才讲 左下角这个方法来做的话 它左边 那个有一个阶段 阶差下去的地方 可能就被遮挡 所以就看不清楚了 那最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叫Kinex Kinex 我想它很有名 一般我们做Xbox 在做这个体感的一个侦测 它主要它有两个sensor 一个叫做3D的Depth Sensor 就是感测它的深度 一个打出去光斑 一个样子有感应 另外一个叫RGB的Camera 它就是纯粹做2D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产生了一个所谓我们3D上的一个 点云的资料 那现在有很多那个点云的 所谓的Poynter Cloud Library 可以进阶来对这些点云资料做一些处理 甚至做辨识 以上我们跟各位介绍了一个影像的截取 感知 那我们希望各位同学 以后可以 有些概念以后 可以去选你要的一个感测器 或可以去选一个2D 3D不同的感测器 针对你的应用来做一些处理